大家好 俄双方在伊斯坦布尔虽然签署了在奥德萨港的粮食戳毁协议 但是俄军昨天还是用导弹攻击了奥德萨港 攻击奥德萨港导致乌克兰海军马林号L451突击艇编号58503被摧毁 马林号实际上是乌克兰海军在奥德萨的重要的海上力量 我会把现场视频给大家播放 实际上在奥德萨港 奥德萨军港 刚刚签署完协议 那么奥德萨港就遭到了炮击 而且使用是高精度导弹 随后乌克兰方面也进行了反击 乌克兰是在赫尔松 在赫尔松方向靠近英古列茨河这个大桥 英古列茨河这个大桥 安东诺夫斯基大桥 遭到了乌军的海马斯的炮击 实际上昨天在整个赫尔松州 北部地区也发生了大国民的交火 我后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知道英国一直为乌克兰训练新兵 昨天约翰逊也前往了为乌克兰训练新兵的基地 我后面会把现场的画面给大家播放 点开标题 下面有链接 直接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约翰逊参观乌克兰在英国的军事训练中心 根据画面介绍 英国已经为乌克兰培训了一万名的士兵 该计划包括火力、战术训练、装甲车、装甲运兵车、驾驶 那么实际上昨天英国向乌克兰培训的最早的一批士兵 已经返回了乌克兰战场 两个营的士兵昨天在赫尔松北部 在这叫波索科皮利亚 在这个方向试图对俄军发动进攻 乌军用两个营的兵力在波索科皮利亚 另外在泽廖诺多利斯克 看到了吧 在这个方向对俄军进行了偷袭 但是俄军发动了反击 乌军死伤惨重 被迫撤退 又退回到地聂伯比多夫斯克州 这个虚线北部 这个实际上是赫尔松州 这个虚线南部赫尔松州 所以昨天乌军的突破没有形成 两个营的兵力 这两个营都是从英国训练回来的 现在看的英国实际上向乌克兰提供的 很多人员装备 就是为了反击 下一步在各个方向 包括顿马斯 也包括在赫尔松 尼古拉伊夫这个方向 扎布洛这个方向 要进行对俄军阵地的反击 昨天呢 我觉得只是试探性的反击 被俄军击退 未来呢 俄军很有可能在赫尔松方向 遭到乌军大公门进攻 这是俄罗斯方面的预判的 为什么呢 你从这个大桥要摧毁这个大桥可以看 这个大桥摧毁以后呢 赫尔松它和南部的克里米亚方向 克里米亚方向 这就完全切断联系了 那么再加上这个新 卡霍夫卡这个大桥 未来也摧毁的话 那么整个赫尔松 整个赫尔松和南部的连接就中断了 那么如果乌军在尼古拉伊方向反击 就会包围赫尔松 看到了吧 把赫尔松包围 那么赫尔松整个城市就很难防御 因为他呢 没有了后勤 两个桥切断 你俄罗斯的后勤 你除非用直升机 但是实际上现在 乌军的火力也到了 所以现在呢 俄军判断 很有可能未来呢 在这个方向 新鲜利弗卡 波索德 波克罗夫西克 以及赫尔松北部 因古列茨 这个方向 乌军会有新的军事行动 有可能会进攻赫尔松 所以现在俄军也在赫尔松 进行着积极的准备 除了赫尔松呢 昨天在扎布罗热呢 这个战斗呢 也是非常激烈的啊 扎布罗地区呢 主要是 沿这个扎布罗热 到这个库班 再到乌里埃博勒 这条高松路 昨天 这个方向 乌军呢 进行了大规模的移动 也就是集结 在乌里埃博勒呢 双方进行 从昨天的战斗来看呢 在乌里埃博勒这个方向呢 乌军呢 实际上想试探 通过乌里埃博勒南下 到布鲁西 到布鲁西 以及瓦西里耶夫卡 这几个方向 实际上向南突破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看地图啊 如果呢 能够向南突破 那么很有可能会接近比尔江斯克 如果能够切断比尔江斯克 马里乌布尔 到梅里托布尔 这条高松路 那么从俄罗斯本土 大家看啊 向克里米亚运送武器弹药 这条线路就被切断了 这回大家看懂了吧 波鲁西 南下的话 切断你马里乌布尔 到克里米亚 这条运输的线路 那未来呢 顿巴斯 俄军呢 通过这条线路 向克里米亚运送弹药 就非常困难 实际上呢 只能通过克里米亚大桥 但克里米亚大桥 如果乌军使用远程武器 海马斯 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那整个克里米亚就孤立了 那对俄罗斯来说 是灭顶之灾 实际上这也是 我觉得是美国啊 美国方面 美国这些 高级指挥官 给乌克兰 新制定的作战计划 我前面讲过 在顿涅斯克 顿巴斯 在南部 要截断 这个新特洛伊齐克 这条高速 要对顿涅斯克 进行北斗 另外呢 切断马里乌 和顿涅斯克之间联系 在南部呢 在布鲁西 乌里埃波勒这个方向 南下 要对比尔江斯克 形成新的威胁 要至少我的火炮打击 能够够到M14 这条高速路 就是你的运输 我随时可以中断你 我把高速给你切断 南下的目的是 他的这个海马斯 远程武器 他的打击范围 要南下靠近 这条高速路 如果未来呢 远程武器更远的话 甚至能够够到 哎 克里米安大桥 从这个方向 可以直接攻击克里米安大桥 那这是乌军的目的 这个大家看懂了吧 所以现在乌军全面的反击 昨天呢 在这个方向 在这个方向 库班 胡里埃波勒 昨天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 现在来看呢 整个乌克兰的战况呢 正在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也就是西方呢 向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在增多 乌克兰方面呢 正在积极的准备反击 实际上也在积蓄力量 虽然从奥德萨方向呢 俄乌双方可以运出粮食 乌克兰方面呢 可以换回外汇 但实际上乌克兰呢 并没有放弃最后呢 夺取克里米安 俄罗斯方面呢 也没有放弃最终呢 进攻奥德萨 俄罗斯方面还成立了一个 叫奥德萨旅 你称这名字就可以看出 奥德萨旅 就是为了最后呢 进攻奥德萨 这个旅呢 所有的组成人员 都是来自于赫尔松 尼古拉耶夫 周边的这个乌克兰公民 就乌克兰当地人 组建的一个旅 指挥官呢 是俄军委派的 所以呢 你看啊 俄军的指挥官 加上当地人 实际上这个 整个的赫尔松这个方向 俄军是要长期控制 那也就是说 俄乌战争未来呢 这个战争还会长期化 双方的这个对峙 特别在南部奥德萨这个对峙 还会持续 那俄军呢 下一步进攻的重点 就是奥德萨 从尼古拉耶夫 进攻奥德萨 很有可能的 而乌军的反击 现在来看呢 就是要夺取赫尔松 下一步很有可能 在赫尔松爆发一场大战 在顿巴斯南部呢 就是要切断 马里本别日江斯克 这条高速路 从哪呢 从波鲁西这个方向南下 美国不断援助这个海马斯 实际上有一定战力啊 这个海马斯有一定战力 它呢 能提供这种远程打击的活力 顿尼斯克方向呢 就是在 新托雷奇克方向 截断顿尼斯克 马里本 截断这条高速路 就让你后勤补给 不是那么顺畅 切断你的补给 然后呢 对斯拉比亚斯克 克尔玛托尔斯克 进行一个防御 在这也要拖住 俄军的主力 如果能做拖住俄军的主力 那么其他方向 你包括梅里托布尔 比尔江斯克 赫尔松这个方向 那么乌军的反击 就有了条件 看到吧 乌克兰方面也有自己的想法 那这就是现在呢 乌克兰战场的最新的一个情况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呢 我再及时给大家分享